哈囉 找老人家 這百四 對啊 她常常買老人家 然後我說 你在哪裡 她就說我去書在 妳說一例外出 啊 很多啊 好 先寫 如果你到教會報到的第一天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走路绕部落一圈 你就会看到部落的需要 我才发现说 老人家他们在家里也没有办法好好吃 你说一个人吃饭他会吃不下吗 所以我就心里想说 如果他们可以一起吃饭是最好 因为大家还可以边聊天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老师很爱你 你要来吃饭 好的 我把一心本来他们带三个 还有一个妹妹的二哥 从嫁给我老公的时候 就没有再向下来一直在北部 小孩子结婚了 就带孙子就没有上班了 吃饭 吃饭吗 一方面也有年纪了 然后老公也身体不好许身 就跟我老公讲说 要回乡下了 在家里一直到现在带孙子 要是说没有再去教会的话 就这样子一个人在家里跟小孩子 像我们在家里吃饭的话 只有我们跟我老公 有时候有吃 有时候他一个人吃 有时候我一个人吃 秦北上部落这边 独老还有隔代教养的问题比较严重 在观察这里的生活跟经济条件都不是那么完善的时候 那送餐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来这里设置一个厨房 提供一些营养餐食 让老人跟小孩在营养的部分得到一些供应 对于这样的一个山路岂岂不平 还有就是有坡度 光是出入就是一个困难了 那一直是到说田船道 他愿意开车去接他们 这样才促使了一个动力 把他们接过来一起共产 在跟老人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费了一些心理 他们要再走出来跟大家一起共产 老人家心理会觉得要接受人家服务 是需要人家救济或资助 这样的一个心理瓜子 要先跟他们做一个心理建设的 对 这个笔章不能装饿的 好 像我们老人家一起都很喜欢 很喜欢来吃 我想会一个月没有来 我想 所以我们一直吃我们的嘴巴很大哦 那其实老人家来这边 当其他有能力的在洗菜备菜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协助照顾其他的小孩 社区互助的形态是慢慢会形成 你知道就好了 你还要加给他们一个吧 赶快出来 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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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冷